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就离开他们 参考经文 正祝福的时候 他就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了 路加福音24章51节 今天我们庆祝升天节 这是耶稣回到天上的日子 从死里复活之后的几个星期当中 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 他教训他们 又向他们证明 他确实是活着的 耶稣的跟随者感到非常高兴 但是他们同时也在对付心中的疑惑 和尝试明白这些事的含义 然后突然之间 耶稣一直在预备 他们面对的那一刻 已经来到了 耶稣曾经多次地提到 他将要回到父那里 现在我们看到 耶稣领他们 见证他回到天上 耶稣给他们祝福 正祝福的时候 他就离开 被带到天上去了 如果有人突然离开我们 我们往往会感到惊讶 失望或甚至伤心 门徒似乎也经历到以上的感受 但是他们最终的反应 却非常重要 他们就拜耶稣 又大大的欢喜 称颂神 耶稣已经妥善地 预备好他的门徒 去面对这一刻了 他们知道 耶稣一直在带领他们 耶稣既然带领他们 到了这一刻 就必定是为了他们的好处 他们看到 耶稣纵然离开了他们 但他们的主 是仍然会继续祝福他们的 耶稣也同样预备我们 当他在天上的时候 我们仍然会去敬拜神 和侍奉他 在这个升天节 当我们等待耶稣再来的时候 让我们记着 他的带领和祝福吧 让我们一起祷告 以升天的主 我们赞美你 你在天上掌权时 求你帮助我们 看到你的带领和祝福 又让我们欢喜快乐 侍奉你 直至你再来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给你带领和祝福 给你带领和祝福 你带领和祝福